HELLO 大家好 這邊是Lil 今天大家分享過 雲米的互聯網免安裝的洗碗機 賣的非常的好 而且很多朋友入手給我的意見 都是覺得非常的划算使用 但是他們還想要了解 他們家的空氣清淨機 所以Leo也去入手了一台 這台非常的重 而且非常的扎實 那雲米這個品牌呢 其實最近非常非常的樂弱 因為它的定位一直都是高CP值的方向 以同類型的機種來講 他們的規格都比人家高一階 但是價格相對都比人家低一階 所以常常給人家感覺就是 非常的物超所值 那舉例來說這一台呢 它的適用空間呢 就高達將近20坪的空間 一般家庭的客餐廳是絕對夠用的 而且一般的這種空氣清淨機 大部分都只有做到三段的過濾 但是他們家做到四段 第一段就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就是過濾比較大的懸浮物或者是灰塵 那第二段的話就是HEPA的部分 可以去去除一些病毒啊 或者是細菌 那第三段的部分 它有活性碳的一個設計 可以去過濾甲醃啊 煙味啊或者是異味等等 那第四段就是它額外增加 就是它有深層的紫外線的UV燈的照射 所以它可以更有效的去殺菌一些病毒啊 跟細菌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還蠻期待的 那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現在已經猜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非常的大台 而且質感來說非常好 它是簡約白色的 設計非常有質感 而且大小來說 真的非常的紮實 如果你有看過10坪的話 你一定會非常接近 它可以適用你在20坪的大空間 而且它的這個配件的部分呢 除了說明書之外呢 就是濾網都幫你安裝在裡面了 非常的貼心 那也提醒大家 大部分的空氣清晶機呢 它的濾網裡面 一開始都會一層伏母 所以你要把它拆開 然後它才有多一點效果 那再來機器的部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官方的尺寸示意圖 其實它非常的霸氣 非常的大 而且再來你可以看到 機器的前端這邊 有配備一個液晶面板 也是現在最主流的設計 就是說你可以從這個面板裡面 去輕鬆看到現在功能 運作的狀況 還有空氣品質等等的數據呢 它都會顯示在這個上面 而且呢再來機器它有支援 你家的APP 可以達到一個遠端控制的效果 那當你設定一切就緒之後 你就可以用手機 很輕鬆的控制這台機器 給自己的這個環境 或家裡而帶來更好的空氣品質 個人來講覺得是非常實用的 好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濾網的部分 好看濾網之前呢 跟大家提一下 它下面這邊有電源性的設計 然後一樣跟機器一樣設計白色 所以是非常一致性的 那濾網的部分呢 這邊會有一個背蓋 拉開之後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濾網 那濾網拿出來給大家看 非常的大 那是圓桶式的設計 跟小米空氣清晶機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 它的大小比它還要來的大 而且比它來的紮實 所以它更適合適用於大空間的 這個大屏數的地方 然後這就是剛才跟大家提到 這個薄膜的部分 記得第一次拿開的時候 要把它拆開 它才有過濾的效果 那裡面就是它的濾網的部分 其實設計是非常的紮實 而且非常的到位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安裝進去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封口的部分 好現在Liu已經開機了 可以看到中間面板已經有顯示了 那往上看一點 封口的地方呢 我放了一張衛生紙 我現在是標準模式已經開啟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封口的面積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那這種大面積的好處呢 就是它在進化空氣的這個速度來講 相對來說也會比較快一點 而且呢 它基本上是幾乎是沒有噪音的問題 那給大家聽一下標準模式的聲音 應該聽不太出來有什麼聲音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把它開到強力模式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現在Liu已經把它切到強力模式了 可以看得出來 衛生紙的擺動已經變得比較大一點了 那給大家聽一下強力的聲音 應該就會比較明顯有它的聲音了 但是我覺得以這個強力模式 這麼大的一個面積來講 它也是算相對來說聲音比較小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液晶面板的部分 好再看液晶面板的部分 首先呢有四顆按鍵 依序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顆是電源鍵 按下去就直接開機 它就會運作了 關機也是按下就可以了 再來是UV燈 點下去呢 它會出現一個UV的圖示在右下角 同時手機也會顯示UV殺菌中 再來這第三顆鍵呢 當然是所謂的模式切換鍵有強力模式 AI跟睡眠 如果空氣品質較差的話就切到強力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交給AI 讓機器自動去做一個判斷 那最後是要睡覺的話 怕吵的話就切到月亮睡眠模式 同時你可以從這個面板上面看到 左下角一個TVOC的這個圖示 這部分它是一個綠色的字樣 代表現在的空氣品質是OK的 但是如果空氣中 可能有一些有害的物質啊 或者是可能有異味啊 等等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它可能會變成藍色或橘色 那最後一個就是網路鍵 如果說今天家裡更換數據機 或者帶到不同的環境中 要重新設定網路的話 就長按它就可以了 那只要有設定的話 它的Wi-Fi圖示就是很亮的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透過手機的方式來控制 這三個這個模式 就是分別強力 AI跟睡眠 都可以從手機中去控制 除此之外呢 在手機還可以看到這個 機器的這個濾芯的壽密 而且呢 你還可以在功能的選單裡面呢 去做一個定時的開關 包含關閉它的提示燈 或者它的切換的部分 會有提示音 那最後呢 它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它有一個去溫的效果在機器的後方 這邊帶大家看一下 怎麼樣把它打開吧 GO 好使用完紫外線去溫的話 下面還有一個去溫盒 你要記得去做一個清潔 而且它前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濾網 那清潔上來說也是非常方便 用水沖一沖就可以了 那我剛才非常好奇 那旁邊有一個卡蓋 我把它打開 那發現裡面 原來是一個異味感測器 這個部分就是可以去偵測 比如說 女生的指甲油 或者清潔劑 漂白水 還是什麼寵物的氣味等等 它都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感測 這部分也是非常實用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當然這樣功能跟大家介紹差不多啦 如果想要了解 它可以過濾的這個內容 跟它氣體的細項等等 或者想要參考它的實驗數據的話 我會把原廠的資料呢 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下去參考一下 而且它這個機器呢 是屬於大屏數的 所以你要放在大空間 或移動到小空間 都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而且價格來說 我覺得是相對是屬於CP值中高以上的 因為像再來價格 目前在某某預購價 是在7500塊台幣以內 那以這種大屏數的機種 其實市面上來講應該都是POR ONE 而且它也可以搭配小米的APP 去做一個原端的控制 所以我個人認為 是還蠻經濟實惠的一個機種 那如果你有看到更好的 7P值更高的家電 也歡迎提供給利歐 或者想要了解這個 雲米他們家其他的產品的話 也可以利用給利歐 個人認為 如果覺得不錯的情況下 也會幫大家做一個實驗 好 我們的影片告一段落啦 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jueiz 進來 我們晚上 兩支影片 那 attended 以四支影片 我們 ned Counsel